今天早上又一条新闻 刷爆了朋友圈 一个90后的小女孩富二代 开着辆马萨拉蒂 把一辆宝马撞爆炸了 然后那个马萨拉蒂的 那个赵氏族的那个女的 为什么会出车祸 酒驾 她老妈还生气呢 老妈还生气 你崩溃啥呀 你把女儿叫成这样 还崩溃啥崩溃 那为什么她要喝酒啊 为什么开快车呀 因为她寻求刺激啊 这件事如果打动不了你的心 我再讲一个 让你们所有人都 刚刚看的事 这也是最近的新闻 这件新闻都对我很触动 就是一个17岁的小男孩 在学校里上课 跟同学发生了口角 老师把他骂了一顿 他的母亲开着豪车去接他 在车上知道了这个事 也数了他两句 就数了他两句 在高速路上 这哥们破门而入 直接从上海高架路上 直接跳下来摔死 父母只是讲了这个孩子两句 这个孩子就自杀了 怎么都脆弱到这种程度了呢 一个13岁的孩子 在学校打破玻璃了 害怕他的父母 责罚他就直接自杀了 我想告诉我们在座的各位 孩子怎么了 怎么了 一个9岁的孩子 从楼上跳下去 给他父母写了一封遗书 我恨你 这个世界没有人相信 我让你后悔 我让你后悔一辈子 我用我的死让你后悔 报复你 这个社会怎么了 我们今天物质这么丰盛 但是今天我们活得不开心 在50年前 我们连饭都吃不饱的时候 哪听说过父母 骂孩子两句 孩子就自杀了 当我们吃不饱饭的时候 我们满脑子想的是什么 他妈下顿饭在哪 就挖个野菜 绝个素皮 只要能吃饱就行 所以当物质极度丰盛 我们的内在 我们的内心极度匮乏 在这个时候 再说的各位 我问你一个问题 是父母的情绪 你有关注过他的心灵成长吗 你不要说关注孩子的心理了 你连你自己的心都没有关注过 你怎么可能去关注你的孩子呢 为什么今天的人过得这么痛苦啊 因为全活在脑袋里面 古人重心 惊人重脑 所以你们有没有发现 古人活得很开心呢 你看他李白 一辈子工作都找不到 他开心成那样 你看他 就是这样啊 你看唐宝虎 你看 多开心 都都都落榜了 都下了大狱了 还开心呢 你看 因为他活在心 他怎么能不喜悦呢 因为心里只有喜悦啊 我们今天的人 活在哪 你是有钱了 结果呢 开心吗 痛苦啊 无比的痛苦 空虚啊 脑袋里面只有两个东西 一个是过去 一个是未来 过去全都是痛苦 未来全都是恐惧 只要你回到头脑里面 你想的是什么 哎呀 我公司怎么办呢 公司几个月发不出去了 哎呀 我这这这将来 我的鞋破产能怎么办啊 要不就是在想过去 要不就是在想未来 哎呀 我老公昨天晚上我来上课 不让我上课 又把我打了一顿他妈的呀 太过分了 我怎么这么倒霉啊 你看 那不全都是过去和未来吗 你现在在哪 你现在在当下呀 怎么总是回到过 头脑里呢 哎 我们总是头脑里走出来 好不好 回到我们的心 回到当下 过去已经过去 永远回不去 未来永远都不会来 你的人生只有一个地方可以待 那就是当下 进入当下 我们把这种 这种这种动作叫做 临在 怎么临在呢 首先你要找到一个处于当下的事物 举个例子啊 你们这个凳子是不是在当下的啊 那你坐在这里享受这个凳子 拖着你的身体很舒服 哎 你可以跟凳子一起临在 比如说周老师是不是在当下的啊 你看着我的眼睛跟我一起临在 比如说我们这首音乐是不是在当下的啊 我们听这首音乐 跟这首音乐一起临在 你人生之所以痛苦 因为你总有一个目的地 只要你没有达到那个目的地 你就怎么样 你就痛苦 你就难受 我要赚一百万 我没有真的就很痛苦 这个女人必须要爱我 她不爱我就很痛苦 我的孩子一定要听话 她不听话你就会痛苦 哎 是不是这样子的啊 那请问什么时候人就没有痛苦了呢 没有目的地的时候 人生就是一场旅程 要啥目的啊 如果你说人生真的有个目的的话 那人生的目的就是去殡仪馆 谢谢啊 告诉我是不是 人来到这儿到最后就是死 就是死亡 你说人生有啥目的 没有目的 如果非要做目的的话 其实就是一场体验 人生就是一场旅程 就是一场体验 有两个人在旅游 有一个人呢 他总是追求目的 哎呀 导游你怎么还没到啊 到去那个景点 怎么还没到啊 哎呀 怎么还没到啊 到这个景点了 哎 赶快去下一个景点 赶快去下一个景点 哎 这个人这个旅游 他会开心吗 还有一个人 他根本就不知道导游会带他去哪 他就在车上享受 在车上他就享受车 享受沿途的风景 到了景点看瀑布 他就享受瀑布跟瀑布临栽 一会儿又到了下一个景点 到山上 他就看山 与山一起临栽 反正就是他没有目的 来告诉我 哪个旅游理得好 第一个还是第二个啊 什么是人生啊 从生到死 生死之间的过程叫人生 那你想拥有一个 什么样的人生 你只需要给自己设计 什么样的体验就可以了吗 你知道为什么很多人 濒临死亡 他会大侧大乌吗 朋友们 李廉洁以前很执着 鸣啊 利啊 结果有一次 他去印尼带他女儿 结果去海边 印尼海啸 知道什么是海啸吗 那个海浪扑过来 很多人说海浪有什么可怕的 到我波浪根 他那个海浪是直接 比八层楼还高 刷 扑过来你就结束了 你知道八层楼高的海浪 刷起来 见到李廉洁 李廉洁就准备已经死了 结果没死了 就在那一秒钟 李廉洁所有东西全放下了 什么功名利禄 你们都知道李廉洁不是今天生病 是他很久以前就已经生病了 他一直在坚持拍戏 他放不下名 他放不下力 就那一秒 他瞬间发现 我拥有的所有的名利 过眼云烟 都带不走 你知道那一秒 发生了什么事吗 李廉洁开悟了 刷 开悟了 瞬间明白 我来到人世间 不是为了赚钱 也不是为了出名 更不是为了拍戏 我来到人世间 只是一场旅程 人生就是一场修行 当一个人面临死亡的时候 突然发现 我要的房子 车子名利 都带不走 我要的干啥 再说各位 等你死了那一秒 你突然发现 你这辈子奋斗的 所有一切 你都带不走 你瞬间发现 我奋斗这个 还有意义吗 那你知道 人这辈子 死了的时候 只有两样东西可以带走 你知道是什么吗 第一样东西 是你的灵魂 所以 道森和夫先生 在他活法那本书里 讲了这么一句话 如果有人问我 你活着的唯一目的是什么 我活着的唯一目的 就是在我死了的时候 我的灵魂 比我来的时候 更纯粹一点 这是他这辈子 创立两压世界枪 世界五百枪企业 变成日本首富 他这辈子经历到最后 他悟到了一句话 给这本书写 写的是谁呢 是李嘉诚 是马云 马云说 直到今天我才体验到 道森和夫先生讲的东西 而道森和夫在多年前 就已经体验到了 所以他是我的老师 那你知道人生当中 第二个能带走的东西 是什么吗 就是你这辈子体验啊 你知道人为什么会怕死吗 因为 有很多事你没有干 等到死亡来临的时候 你会觉得我的人生就这么结束了 很多人会用四个字来形容自己的人生 死不明 但是如果大县那天到来 我会非常开心地迎接死亡 因为我此生 想干的事全干了 想见的人全见了 想去的地方全去了 死而无憾 如何能做到死而无憾 人这辈子活着能做四件事 就死而无憾 第一件 找到了自己的轨道 找到了自己的使命 做了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 乔布斯热爱苹果 想改变这个世界 他死了 iPhone依然还在 他死而无憾 因为苹果依然还在 第二件事 你找到了自己的灵魂伴侣 双生火焰 谈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恋爱 就像杨国与小龙女一样 此生死而无憾 第三件事 你交了一帮志同道合的兄弟 车马奔腾 对酒当歌 一辈子创造了无数美好的回忆 一起去非洲肯尼亚 一起去尼泊尔 一起去加拿大看北极光 此生死而无憾 第四件事 死之前开悟了 找到了自己的灵魂归属 找到了自己的红尘使命 此生死而无憾 我想告诉我们 今天在现场的各位 很多人活反了 在普通人看来 什么最重要 钱最重要 身体赤之 自己的灵魂 这种排第三 修行之人不是如此 所有的大修行者的排序是什么呢 心排第一位 做这件事让我开心我就干 不开心给我多少钱我不会干 因为干了我不开心 我要在干啥 我们做事是为了什么 不就是为了让自己开心 过得开心吗 心排第一位 身体排第二位 身体虽然不重要 那是我的导具 它是我的载体 它是我灵魂的暂时的家 我必须把它照顾好 不能让它生病 因为生病太痛苦了 心排第一位 身排第二位 第三 身外之物 房子 车子 钞票 那都是身外之物 生不带来 死不带去 你们知道人生 最大的悲哀是什么吗 拿自己能带走的 换了一大堆 带不走的 你们知道 人生最大的智慧 是什么吗 明知道这些东西带不走 拿带不走的 换带得走的 想到这儿 只想让你们给自己做一个决定 从今天起 我只为爱而活 做自己爱做的事 去自己爱的地方 找自己爱的人 这才叫活着 当你热爱的时候 你才感受到生命 你是活着的 你不是一个躯壳 你不是一个僵尸 你不是一个行尸走肉 如果人活着 不能做自己爱的事 活着有什么意义呢 人这辈子最大的悲哀是什么 找了一个没感觉的人 做了一件没感觉的事 如果你做那件事 你对他没有感觉 上班就像坐牢一样 来告诉我 是还是不是 有做过销售员的请举手 是客户资讯的产品 卖得最好 还是你对那个产品 有感觉 最热爱 那个产品卖得最好 是你对那个产品 最热爱 那个产品就在你手上 卖得最好 来告诉我 是还是不是 所以人这辈子活着最大的悲哀 就是找了一个没感觉的人 做了一件没感觉的事 而人活着的最高境界 就是找一个爱的人 在爱的地方 做爱的事业 百分之九十七的人 因为穷 为什么穷 你为恐惧而工作 因为恐惧 只会让你收获 一个更大的恐惧 请问今天你做那件事 是你热爱的吗 如果一百分之百是热爱 请问你给自己那件事 打多少分 如果你只打十分 打二十分 打三十分 不要干了 因为你这辈子 不会干成的 不是你的轨道 有人说老师 我为了责任啊 我必须得干啊 虽然这个行业 不是我热爱 我也干了二十年了 我在维持啊 我为了责任啊 责任等于消耗 爱等于能量 如果两个人 组建一个家庭 没有感情了 只是在维持 为了责任生活在一起 这个家一定 好不到哪里去 责任等于消耗 你在这件事上 是在耗你的能量 你的人生 是螺旋式下降的 但是如果两个人 在一起 就是为了爱 就是彼此的那种 灵魂伴侣的那种爱 我敢保证 你们的这个家 一定是螺旋式上升 你今天做这件企业 只是为了维持 只是为了责任 这件这个企业 早晚它都会倒闭 在倒闭的边缘 因为做这件事 在耗你的心神 耗你的能量 但是如果你做这件事 真的就是为了 纯粹的爱 那这件事就托起你 这说各位 爱是三维 空间最高的能量 我是一切问题的根源 爱是一切问题的答案 赚不到钱 只有一个原因 就是因为你做的那件事 压根就不是你热爱的 婚姻经营不好 只有一个原因 你当年是为了钱结婚 为了你的父母结婚 根本不是为了真爱结婚 难道要凑合一辈子吗